好 各位觀眾 我們馬上要播放 這是在2010年1月5號 要帶大家回憶一下 當時國民黨怎麼捍衛國人的健康 這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這些泛藍立法委員 那麼不分朝野都認為 國人健康應該要擺第一 當時怎麼去修法 讓這個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 不能夠進來 不過我們讓國人朋友看 在整個全球裡頭 剛剛這個應援兄跟其邁 也特別提到 現在全世界 有幾個國家是開放使用培鈴 160多個國家是禁用的 那麼開放使用這種 所謂瘦肉精的這種 使用的標準的 有美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南韓 香港 世界衛生組織 聯合國 糧食及農業組織 總共有26個 現在禁用的 禁用的160個多個國家當中 包括有歐盟 禁用包括有中國跟台灣 我們都是禁用的 過去我們的養豬啦 這個養牛的部分 瘦肉精可以達到零標準 為什麼現在要開放呢 瘦肉精這種危害身體健康的狀況 連美國諾貝爾想得主都認為 到現在這個風險都難以去預估 那麼為什麼要開放呢 這是美國牛肉開放的事件部 你可以看得出來 2003年 美國被劃入狂牛症的疫區 台灣禁止輸入了 到了2006年 衛生署開放 30個月以下的牛汁 可以那麼進口 但是去骨牛肉部分 必須要含掛在裡面 包括2009年11月22號 當時馬總統跟美國簽署 美牛輸台議定書 同意美牛六大高風險部位得以輸台 引起軒然大波 朝野立委都提出修法版本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當時朝野立委的修法版本 當時的場景 我們來看看這則報道 也要呼籲所有的國民黨立法委 呼籲馬政府 包括了相關的部會首長 你們都曾經忘了 兩年前 朝野在立法院所達成的協議嗎 國人健康在馬總統上任之後都不重要了嗎 來看2010年1月5號的報道 食品衛生管理法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 修正通過 敲下意識錘炒了兩個月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 終於三獨通過 一場內藍綠喊口號 互別苗頭 敲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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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輕鬆打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之後 近十年內有發生黃牛症病例的國家或地區 牛汁的頭骨 腦 眼睛 脊髓 腳肉和內臟 以及相關的產製品都不得製造加工來台 這是朝野協商的共識 但藍綠的決戰點就在於三項附帶決議 第一 國民黨團提出 應該嚴禁30個月月齡以上的牛汁及牛肉相關產品進口 第二 立法限制美牛進口如果引起國際壓力 立法院朝野政黨以及行政機關都要共同面對克服 這兩項國民黨團提出的附帶決議都全數過關 不過民間黨的第三項附帶決議 公投覆決後才能進口帶骨牛肉 還是遭到國民黨團封殺 只是美牛修法完成第一時間 AIT立刻發表聲明表示 修法違反台美議定書 美方非常遺憾 立法院無視科學標準 破壞台美經貿夥伴誠信 將使得美方未來很難跟台灣達成任何的經貿協定 美方要求台灣遵守承諾 遵照協議 履行台美議定書 美國貿易代表署和美國農業部 更將在華盛頓發表共同聲明 對台灣表達不滿 美牛按說法 民進黨幾乎大獲全勝 國民黨賞政府一巴掌 美方很反彈 馬總統以外不是人 好 觀眾朋友看到了這是兩年前的一位五號 當時朝野在修正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讓含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是不能夠進來的 那麼為什麼兩年後的今天 只是選了一場國會大選跟總統大選 馬總統態度改變了嗎 一起來繼續來看看在最近最新的反應 馬總統口中三十年來最好的台美關係 就像這樣 BuddyBuddy一見面就開玩笑 AIT主席博瑞光有彭自遠方來 有些心裡話馬總統說得很直接 希望未來能夠在TIFA的副台方面 能夠有一些進台 我們也知道美方對於牛肉的問題 非常地關心 那我們內閣的改組已經完成 二月六號就會交接 那我們會有新的閣緣 新的這個做法 我們會很認真地來 跟美方就這些議題來交換一件 選後主動提起美牛爭議 博瑞光頻頻點頭 新內閣才上路就要解決美牛危機衝擊 經濟部長施言翔直接講 美方底線就是美牛問題不解決 TIFA台美貿易難處理 也讓準農委會主委陳寶基還沒就任就面臨難題 一定會有壓力 一方面照顧到國人的健康一方面照顧到未來的整個經濟發展的模式 海岩壓力不小 學畜牧農業出身的陳寶基被馬總統賦予重任 美牛案他曾建議 日本採取進口開放國內禁用的雙軌制度 日本都可以做台灣為什麼不能做 這番話被解讀為開放美牛南下伏筆 日本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沒有任何的預設立場 好 朝美總統馬總統跟這個即將走馬上農委會主委 我們要發展 農業要犧牲 所以農產品發現我們的農村大量的農田廢根 修根 然後呢 為了就是要出口 現在他講的 因為馬英九他有一個意識形態講 只要有經濟合作協議 只要開放台灣經濟就一切好轉 所以他會去強行去簽ACFA 現在也講拿出這一套嘛 要簽TIFA台灣經濟才會轉型才會怎麼樣 但是TIFA內容是什麼 他從來沒有說清楚 過去是工業來 農業犧牲工業 現在不一樣 是國人的健康來 用那個經貿來犧牲國人的健康 這個要大家有 社會要有共識 願不願意這樣 為了一些開放 開放好處在哪裡 TIFA到底對台灣經濟有什麼效果 從來沒有討論 但是我個人覺得其實這個是 美國現在美方代表來台灣 其實是馬總統在選舉的借款 他要來還本代曆 要收回來了 所以我們要去質疑 馬英九到底這一次在選舉裡面 為了他要當選 為了他要連任 他跟中國跟美國已經談了什麼東西 現在人家要來燈門 來討在還本 連本代曆 所以他怎麼講說沒有預設立場 但是你看他的發展 其實他已經做好決定 所以許理事 可以這樣子嗎 還債還人行 為了報恩 那你選前做這些承諾 把國人健康完全擺一邊 可以這樣子嗎 都忘了兩年前朝野的協商嗎 可以這樣子就推翻嗎 他說沒有預設立場 其實他是已經既定立場 已經既定啦 所以何必預設呢 他已經決定要開放了 陳寶基那天不是講了一句話嗎 就在兩天前 下午五點的時候 不是新聞也出來了嗎 開放是必然的啊 一定開放 這他說的呢 會跟你說得很清楚 所以他名字叫陳寶基 不知道有人現在在說笑話 他只飽雞肉啦 那牛肉豬肉不飽啦 照樣給你吃 你要記得 縱然開放瘦肉精的國家 它開放的項目只有培林 其他的不開放 剛剛講的克倫特羅 克倫特羅是培林毒性的2000倍 2000倍 這是絕對不開放的 所以各位 大家說大家不要忘記 我昨天在這裡就講了 美國在養牛是分兩批養的 有一批是絕對不用瘦肉精的 專門賣給歐盟的 所以歐盟也有進口美濃牛肉 進口美國的豬肉 可是他進口的美國牛肉跟豬肉 就是絕對沒有瘦肉精的 美國可以養一群沒有瘦肉精的牛跟豬 來賣給歐盟 他為什麼不能買 我們為什麼不能買 沒有瘦肉精的牛跟豬呢 我這樣問這一句話 為什麼一定要去買 有瘦肉精的牛跟豬呢 這是我們今天一個 我們到現在為止百思不解的問題 買酒你在想什麼嘛 國人健康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要妥協呢 你明明有韓沒有瘦肉精的牛肉 你就吃這個就好啦 美國又有在出口沒有瘦肉精的牛肉嘛 你為什麼不去進口這一些呢 為什麼美國人家要賭我們這樣 打去輸客 那就是為什麼你會擋不住 就算你馬英九之前跟人家講好 美國幫助你選舉 你在還選舉在嘛 你把全民健康動作你 害羞的崗孤 齁 實在是有夠夭壽了 真正的 所以啊 現在民間不是說 黑心肝 黑心肝 要四槌十五 明天才剛才十五啦 萬少爭啦 說打去台東的豪跟豪要求軍的錢 沒有 沒辦法做軍都會落後啦 這是老爺在說笑話啦 講的是一個笑話啦 可是他講出他們性情的無奈啊 大家想一下2009年 2009年為什麼 這些藍軍的立委都站出來反對 2010年 那年底的時候一直跨越到2010年 是啊 那為什麼 你孫季嘛 那一年有縣市長的選舉 你看 那時候的 現在孫季啊 無孫季啊 都沒有啊 未來的兩年沒選舉啊 台灣聯明打得都不記得啊 四年前 馬英九一選上 油啊 蓋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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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是 哇 三年已經開始罵了 好 阿伯不要打給你啊 四年後你忘記啦 還不是一樣照樣選給他 選給他這幾天 油電水都在漲啊 你又忘記啦 現在大家又開始說 啊 早知道不要選給他 我說早知道 早知道我就對 要跟總管 我就好給人了 不然你再蓋梯一點而已 說笑話就是這樣嘛 所以大家想一下說 為什麼他敢這樣子飛車走 所以大家思考說 恐怖不是在這裡 美牛進口啊 說日本人為什麼我們不能 我要問大家 日本的官僚體系是怎麼樣 人家檢查多嚴格 人家可以境外主決呢 那為什麼 美方為什麼要 端獨要挑台灣 中國也禁止嘛 為什麼不 施壓到中國呢 為什麼挑台灣 施壓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更好嗎 問題是你馬英九答應人家嘛 他有13億人口吃更多啊 是啊 問題是 人中國的領導人 沒有去答應你美國說 我們要進口你的牛肉 有瘦肉精的也沒關係 沒有答應 我們大家是在懷疑說 馬英九為了選舉已經去答應了嘛 所以人家是登門來要債嘛 大啦啦的 明白的 公開的來要債嘛 今天你說 中國有什麼 不要去壓迫 人家中國沒有答應他 是你答應人家嘛 可是美國 馬英九答應了美國 他敢不還債嗎 敢不還債 搞不好 綠卡啦什麼問題又來了 他敢不還債嗎 人家開始就打個大問啊 難道中國沒有答應你啊 他為什麼不去壓迫歐盟 歐盟沒有答應你啊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樣 所以問題就出在馬英九身上 最可怕的是說好啦 總管美國牛肉進來 馬英九說你可以不吃啊 可以不買啊 聽起來很討厭喔 好啦 我現在要說說 美國你還債 如果中國你也要還債呢 你要還中國什麼債 最近還看到一些學者專家說 你們民進黨又在嚇唬老百姓 這不是嚇唬 不會怎麼樣 他有學者這樣的文章 也開始投書到這個媒體去 大家要去數個更深一層 美國都來要債 那中國不會要債啊 中國又幫助你選舉 幫助這麼多呢 你看 人家選完了 我們的高官又馬上去啦 你看 大復活 是啊 又大復活 我幫助你這麼多你要不要還債 還給中國的債 可不是美國牛肉進口 也不是豬肉進口 是和平協議 可能是台灣跟中國的統一 美國牛肉豬肉 我們還可以選擇不吃 請問馬英九去跟中國 如果還債 還個和平協議 還個統一 請問你台灣人 這個時候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啊 還債團 你還要還債團的債啊 婦人稅也不加啦 減稅單單三年 減了婦人的一千八百五十億啊 所以大家去思考說問題都出在馬英九身上 所以說要制服馬英九這一招只有一招 我們希望所有的國民打電話給你的立法委員 該說我們反對免流進口 請你在立法院一定要堅定的執行我們人民選給你的意志 這個就是關鍵齁 這關鍵 你呃 來我請教師鄭榮兄 剛剛徐律師點出這一點非常好 年輕控高年那年代也許足一直跨越到2010年嘛 那時候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都可以出來捍衛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他通過的協議裡頭很多啊 反正就是國人健康為第一嘛 第一個開放30個月以下的肉塊跟帶骨牛肉 換句話說這個脂上以及帶骨的通通被塞進來 還說立法限制美牛進口 如果引起國際壓力 立法院朝野政黨跟行政機關要共同面對來克服 現在有嗎 有朝野政黨的共同面對嗎 近十年之內發生狂牛症病例的國家或地區牛脂 頭骨腦眼睛脊髓 腳肉內臟及其他相關的產製品 相關的產製品不得製造加工來台 那時候來政黨宋我請問 那時候國民黨立法委員都站起來了 我剛剛看到畫面裡頭有很多啊 有很多國民黨立法院藍軍立法院 都出來捍衛國人健康啊 李鋒馳啊 很多對不對 那現在是怎樣 當選了全部要棄手都給他支援 沒關係是這樣子嗎 事實應該就是像主持人所說的那樣子 本來就棄手當選就翻臉 那這個情況你可以看 那這個禮拜的相關的總統的報導你可以發現 第一個 這個已經形成政策 馬英九也公開說了 這個新革元新奏法 什麼叫新奏法 可是他又說沒有預設立場 因為我說新革元也有新奏法是不是 這是馬英九一貫作風 只要有爭議的話 他就退到後面來 那可是呢 新革元果然有新奏法 什麼新奏法 比如說你看黃檢局長 他就調出來 2007年 民進黨當執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標準是什麼樣東西 其實那個根本沒有做人體實驗的 第二個 你看啊 郝龍斌現在講不講話了 對不對 郝龍斌以前不是禁止那個 美國牛肉這個 這個什麼血統禁止嗎 而且他反對嗎 他講話了沒有 沒有 對不對 第三個 你看現在這個陳寶仁 他還沒有上台之前 趕快先講話 陳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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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寶仁 趕快 趕快先講話 這是什麼 陳寶基 是1980年代到現在 唯一學序幕 可以當農委會主委的人 30年了 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要用這個人 對 他是台大 我看一下 台大序幕先畢業 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 因為這個人跟養豬協會非常好 而且是2008年就當馬英九的智囊 可是這個人跟養豬協會很好 跟這些畜牧業都非常好 可是馬英九用他這台做什麼 根本就是消滅這些畜牧業 因為透過他的關係 他表面上講是協調溝通 其實瘦洞精你只要開放進來 為什麼養豬協會都穿著蛋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什麼外申署 什麼三館五卡 什麼農委會講三館五卡 黃檢舉什麼 你相信嗎 你如果是相信 為什麼前幾天有一個媒體 還把那個大陸發的牛肉拿去檢驗 檢驗出來瘦肉精了 然後呢 現在全面下架了 這個被退回去的 你看過年前就好像13萬公斤還多少 就是你有門路嘛 人家就敢跟你闖關嘛 三卡五官公就沒用就對了 已經都闖關進來 你這個官僚的效率根本不行嘛 所以人家這貿易商他敢闖這個關嘛 所以你看13萬公斤那不少錢耶 人家為什麼敢跟你闖 就是一再一再的要闖你的官 就是你的行政效率不行 第二個現在這些官員呢 早就已經有一個政策在那邊運轉 所以拼命出來講話 然後呢有些相關學者出來講話 更惡毒的是什麼 這些所謂的國安會的戰略層級的 比如說像什麼 蔣孝顏啊 比如說蘇琪啊 把牛肉進口解釋是什麼 解釋像蘇琪解釋到說 這個還包括這個中國那邊 新接班人上台以後 你這個怎麼樣去穩固這個 這個美中台的關係耶 整個這個情況 其實要形成一個什麼環境 形成一個整個政策 整個轉換的一個環境 這樣的一個政策轉換的環境 因為2010年那個1月 剛剛黃金平在宣誓的那些 附帶決議那些東西 那個東西沒有法律小利 也有政治協議的效益 這是公開在那邊的 這個東西現在的這個政策 是做什麼 就是要推翻2010年那個立法院的附帶決議 可是這些包括龍淑雷 包括林洪池 包括你們這些 國民黨的立法會員 真的是無恥 當年他自己提的案 講說朝野兩黨要共同對抗壓力 現在躲起來了 因為他們連任當選了 那馬英九呢 其實他也不是說 那麼的主張美國進口牛肉 問題是這樣的美國牛肉的進口 可以讓他從美國那邊得到什麼好處的話 他為什麼不做呢 所以你可以看 你比較國民黨跟民進黨 我不是說一定支持民進黨或反對國民黨 可是你給他看 國家只要面對危機的時候 是誰站出來 誰跟人民要站在一起 這個米牛進口很簡單 第一個 先說產業面就是養豬協會 台灣707億每一年的這樣的產值 很可能就要崩解 因為你如果台灣的養豬業 你用了瘦肉精的話 你大概永遠沒希望說你可以出口 我們本來是一個豬肉出口國的 因為發生口蹄疫以後 暫時沒辦法 我們對日本的市場 本來有相當的占有率的 可是你口蹄疫 它有一定連線的一個管制 可是如果你開始用瘦肉精的時候 沒完沒了 台灣你的豬肉 養豬業你大概快準備面臨崩盤了 因為你台灣的養豬成本 絕對沒辦法跟美國這種地方相比的 所以你現在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 我們家的豬肉 更生氣更高 零瘦肉精 對 可是你知道美國是這樣搞 第二個 國民黨 另外一個情況是 國人的健康問題 國人健康呢 現在有一些所謂的專家 出來跟你講 美國人在講他們的牛肉沒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專家都出來跟他嗆聲 包括他們的綜藝院都出來跟他嗆聲 包括諾貝爾獎得主都出來跟他嗆聲 台灣竟然有一些所謂的 大概是他們是比較瘦肉精通 就拼命出來講說 這個東西吃下去沒問題 台灣人 因為你吃菜 你如果吃粗 大部分都會 多少少少都會用到豬肉的事情 台灣的飲食的習慣 台灣人的飲食習慣 多少跟豬肉有關係 假設我們的豬肉都含有瘦肉精的時候 你用學術上檢驗說 你吃了一公斤 然後含有多少 那個沒有問題 可是你如果一天 吃到很多怎麼辦呢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考慮 這種國人健康的問題 誰要捍衛 民進黨 所以一個多月 這個1月14號以前 你投票給國民黨的 你現在選後 你馬上成為受害者 所以你要考慮到這個問題 你馬上成為馬英九政權裡面的受害者 那可是支持民進黨 雖然你蔡英文沒有當選 你在這個 這個瘦肉精 這個牛肉進口 這個事情上 其實你可以感到驕傲 因為你所支持的一個 一個獲選人 或支持一個政黨 它其實是跟你站在一邊的 很關鍵 這時候民進黨怎麼辦 人民怎麼辦呢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再回來